台北市一名廖小姐到银行无折存款7万多块 当她拿着一张盖有收器张的张收据离开之后呢 竟然接到了银行通知她少付24000块钱 还声称她只花20秒是不可能点完7万块的 就拿着马表要求她当场再点一次 否则就要把存款记录作废 三张盖有收器张的存款收据就摆在眼前 不过当廖小姐离开银行两个小时之后 竟然接到银行通知说她少付了24000元 原本想说前往银行了解状况 不过行员的态度让人很难接受 就凭着监视器画面说廖小姐点钞只点了20几秒 认定不可能点完7万元 记者实力测试如果清点5万元钞票 确实需要花上20秒钟 不过如此粗糙的处理态度 让廖小姐备受委屈 银行低调不愿澄清只愿意赔偿三张餐饮礼券当作补偿 行员没把钱点清楚就该收器张 事后又要客户承担一切责任 则叫客户怎么能够安心